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1年6月6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昨天有消息說 台灣藝人大S將會和丈夫汪小菲離婚 究竟他們之間發生了甚麼事 與杜汶澤、蔡英文有甚麼關係 另外特朗普所屬的共和黨 最近不少議員被斷了財路 背後究竟為甚麼 為何這件事又會影響特朗普下一屆的選情 最後黃絲藝人黃耀明 最近竟然被揭發勾結英國人 究竟他這次又失敗了甚麼 又是否違反國安法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等更多市民了解一下 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警方早前根據公安條例及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就支聯會申請在6月4日舉辦的集會 發出禁止公眾集會及反對遊行通知書 支聯會之後有上訴 不過亦被駁回 其實現在香港疫情仍未完全受控 前天才有一個不明源頭的變種本地個案 所以警方以公眾衛生角度作出這個決定 是很合理的 但那群攬炒派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所以不斷慫恿那些小黃人上街 好像自己也是做大律師的支聯會 副主席周幸彤在Facebook說 會以個人名義在6月4日晚上晚上8點 在大家都見得到的地方點蠟燭 很明顯是煽動那群小黃人繼續上街 參加非法集會 所以警方亦果斷執法 前天早上以涉嫌違反公安條例中的 宣傳或公布未經批准集結罪 將他拘捕 去到昨天才獲准用一萬元報息 下個月5日要再報道 所以很明顯是罪有應得 不過前晚的確有不少小黃人 聽了周幸彤的呼籲在旺角和羅翁一帶聚集 期間還有人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和香港獨立的港獨口號 而且更有黑暴將垃圾和垃圾桶這些雜物 扔到馬路中心阻礙交通 其中一個上街搞事的小黃人是誰 就是黃絲藝人黃耀明 前晚在Facebook出了張照片 拍著他在街頭舉高的電話 用手機屏幕上的燭光照代替蠟燭 擺明聽了周幸彤說 不理警方的阻止 都要上街做所謂的悼念 他在帖子上說雖然沒有說 但我目測他當時身處的地方應該是在灣仔 之後他還連出幾個帖子 其中一個就是帖了很多小黃人在街頭聚集的照片 接著說甚麼 維園所了 悼念禁不了 黃耀明警方封鎖維園 只是阻止那些人進行非法集結 黃耀明你下街還拍這些照片 是否想其他小黃人學你 參與非法集結搞事 你知不知道最後有六個人被拘捕了 如果有年輕人聽你的呼籲 做了一些犯法的事 之後前途盡毀 黃耀明你良心過不過得去 Anyways 說回周幸彤 他肯定是最有應得 有些外國人竟然借這個機會去抽水 好像年過六十 英國電音組合Petjobboys 在昨晚凌晨5時 在Facebook周幸彤首持蠟燭照片 attached BBC 新聞報道 即是周幸彤被捕前幾天的訪問 還留言說 在這個相感紀念日 我們懷念中國和香港的朋友 Petjobboys 你知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你知不知道周幸彤被拘捕 是因為他公然違反法律 還要知法犯法 如果你不清楚就不應該在這裡說 誰知黃耀明在帖子竟然留言說 Thank you PSB 即Petjobboys Please keep watching over us 哇 黃耀明你有沒有搞錯 公開叫外部勢力繼續監察香港 干預香港的事務 國安處是否應該調查一下 他這樣做有沒有違反國安法 其實Petjobboys這隊組合 一直都對香港的事務說三道四 好像國安法在去年年中生效時 英國政府不是單方面 立即宣佈准許符合BNO的香港人和他們的家屬 去英國住 五年後可以申請英國護照 當時這隊組合竟然說 只是想向我們在香港的所有朋友打招呼 說到自己很歡迎香港小黃人去英國 但其實他又知不知道這個所謂BNO的政策 是英國單方面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安排 動機也很可疑 是否只不過是現在英國經濟那麼差 想借你們香港的小黃人 注資進英國呢? Petjobboys你這樣也支持 有沒有良知呢? 怎樣也好 其實六四事件已經超過30年了 與其繼續消費這個話題 為何香港的攬炒派 黃絲藝人不看這30年來 我們國家發展得多好 人民的生活得到多大的改善 攬炒派消費這個話題也消費了30年 所以我是支持警方的做法 他們要悼念的就自己在家裡 甚至乎自己在監獄裡悼念飽他 最重要是不要聚集 不要破壞社會的鐵罪 講完黃耀明想說說大S和汪小菲離婚那件事 台灣疫情在5月中出現反彈 連續很多日的確診個案都已經超過幾百宗 只是昨天新增511個個案 38個人死亡 創了單日的新高 疫情到現在還未受控 很明顯是蔡英文的抗疫功夫很有問題 就像全世界那麼多地方 包括香港 在今年年初已經開始為民眾安排注射疫苗 但蔡英文工作萬半拍 只記得搞政治 所以台灣現在在首的疫苗數量是非常少的 台灣有2,300多萬人口 爆發時只有30萬劑的疫苗 到最近 日本政府才捐了124萬劑 這個阿斯利康的疫苗給台灣 但數目仍然是杯水居身 而且這個阿斯利康被揭發有很多問題 連歐洲很多地方都這麼用 美國也不用 所以你說台灣要靠這件事 你說多嚴重呢 看到他們這樣的情況 我們國家的國務院 和台灣書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也很好 說願意捐中國的疫苗給台灣 但蔡英文為了不接受中央的恩惠 就諸多留懶 將政治凌駕在聖名之上 到現在我們國家的疫苗 都找不到去台灣幫助我們台灣的同胞 真的很可惜 台灣疫情這麼嚴重 不少台灣人自然希望離開當地被疫苗 但台灣的出入境人員 也有責任不讓一些確診的人士上機 雖然如此 但5月31日立榮航空B7511 由台北重山機場飛到中國廈門的航班上 竟然發現機上有兩個確診者 其中一個女乘客 更是拿著核心檢測的陽性證明 但台灣當局竟然被這個女乘客上機 難道真的想將病毒傳回內地去靠海? 當媒體問到有關情況時 台灣防疫指揮中心的副指揮官 陳忠燕就狡辯說 他說這案件主要是因為採檢的時間差 而櫃檯只看了健康聲明 所以沒有看完整份完整資料 所以才出錯 他說航空公司將會受到處分 如果你沒有檢視完成 讓確診者登機 航空公司是會受到處分 很明顯就是嘗試將自己的失責 推給航空中司 自己就不用負責任了 面對這樣的情況 我們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前天都回應 說今次這件事 是暴露了台灣防疫的一系列漏洞 所以他們已經要求台灣有關方面正視這些問題 不要造成防疫缺口 切實負起責任 看到台灣做得那麼差 曾經拍過台劇 這個流星花園的台灣藝人大S 老公是內地商人汪小菲 他也看不過眼 他在微博出post譴責那些亂播毒的台灣人 說我們抱著一火真誠的心 被他們不斷利用和於污衊 這麼多年看過了來 實在忍不下去 按我北京人的話 歷史書裡一定記著這幫漢奸 其實汪小菲說得很對 這些人不知道有心還是無意 將疫情由台灣散播到內地 還要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這些還不是漢奸的行為? 但想不到黃絲藝人杜汶澤 竟然昨天透過Facebook出post 反駁汪小菲的言論 人生攻擊這樣說什麼? 幫台灣女人剝蝦的中國人 會不會先是漢奸? 為何杜汶澤會這樣說? 其實就是因為大S 之前在內地的真人秀說過 吃蝦一定要男人幫你剝蝦 所以才有汪小菲幫老婆剝蝦這個說法 小菲吃蝦我都會給他剝 你也會嗎? 你放心吧 你知道我從小到大 就是我爸剝給我吃 我爸剝在之後我就不吃了 我媽就說吃蝦一定要是男人幫你剝 不過我真的不知道杜汶澤在說什麼? 別人幫老婆剝蝦是疼老婆的表現 他這個台灣女人也是中國女人 跟你說那些四周播毒 又不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漢奸 怎可以相提並論? 除此之外 汪小菲對台灣不夠疫苗 也有好心的感受 他在微博說 在疫情期間來回內地和台灣隔離三次 內地一切繁榮 還已經簽約加開10間分店 反觀他在台北的家人 連疫苗都不能接種 說太無恥、太低級了 這就是對比、這就是差距 他又說自己在內地公司 現在欣欣向榮 台灣那些一片慘淡 在台灣也有經營酒店的他又說 在台北酒店同事辛苦了 降不了下去的話 大陸有幾十家店 等你們來做經理 工資翻倍 其實汪小菲說的這些都很中肯 台灣和內地的經濟有多大分別 真是可以反映兩地礦疫工作的優劣 怎知道這麼中肯的說話 竟然可能會令到他婚姻破裂 究竟為什麼呢? 話說他昨天凌晨在微博出了這幾個帖子後 就有消息說他老婆大S要跟他離婚 現在身處台灣的大S 昨天就向台灣的媒體表示 現在搞離婚手作 但是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在北京隔離的汪小菲 回應內地媒體的時候 竟然說他不知情 所以外界都揣測 今次離婚 是不是因為大S不滿意老公 凌晨在微博出的post太激 有機會引爆兩邊人民的怒火 所以就因為這件事在電話喊大叫 令到大S下午立即要跟他離婚 令到這樣 汪小菲唯有在微博出post說 因為實在擔心家人 昨天說了一些不好的話 疫情期間確實情緒比較容易激動 希望家人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你問我 其實汪小菲說的話 原本是很忠狠 沒什麼問題 但可能他post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到自己有個台灣老婆 還要做藝人 這些事當然是非常敏感 不過他們的婚姻 是不是一定就這樣玩完呢 這樣也未必 大S的經理人廖偉琦昨天說 吵架是氣話 那對夫妻不吵架正在了解中 究竟這件事最後會發展成怎樣 就很考慮兩個人的感情和EQ 看看汪小菲可否成功地固執 看看他們兩夫妻的小小資料 今年39歲的汪小菲在北京出生 曾經在法國留學 之後在內地和台灣經營餐飲和酒店生意 10年前和44歲的台灣藝人大S結婚 其實已經有一對子女 在疫情全球敗法初期 台灣當時禁止出口口罩 我又和大S在日本搜購了一萬個口罩 寄去當時的武漢 所以他們兩夫妻都是愛國的 是值得讚賞的 其實他們都結了這麼多年婚 又有子女 大家又是同樣是愛國的中國人 為什麼要搞到離婚呢 希望大S都可以理解老公 都是有碗話碗 說個事實出來 希望他們婚姻之後可以繼續沒事 不過如果你看回頭 今次之所以他們兩夫妻有機會離婚 歸根究底就是蔡英文的抗疫工作做得太差 找不夠疫苗給台灣民眾 又不肯接受中央疫苗 而且出入口的管制又漏洞多多 蔡英文不如你引咎辭職 不要再累台灣民眾 說完台灣想說說美國 屬於共和黨的特朗普 他在任期的最後兩年 不斷對於我們國家進行打壓 又增加關稅 又封殺華為這些中國企業 又制裁中港官員 令中美關係跌入谷底 最離譜的是 在去年新冠肺炎最嚴重的時候 特朗普多次以中國病毒、中國人病毒、武漢病毒等形容詞 來形容新冠病毒 抵毀我們國家 同時煽動國內受恨亞裔的情緒 所以最後他流失了很多選票 在去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便輸給民主黨的拜登 雖然輸了 但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很不分氣 他的支持者在今年1月6日 便衝進美國國會山莊大樓 聲稱要阻止國會議員認證美國大選的結果 最後他的支持者進去便不斷搞破壞 打爛了些東西 令美國警方要向手無寸鐵的他們開槍 又要在室內放催淚彈 令最後五個人死了 總之香港那群小黃人說警察不應該做的事 那群美國警察便做完 但很奇怪 又沒有小黃人出來罵美國的警察 其實誰都知道 衝進去那群就是特朗普支持者 不過特朗普立即割席 說不支持這些暴力行為 但特朗普說的話你又信不信呢 而在當時確認大選結果的投票裏 也有147個共和黨議員 上司想推翻選舉結果 反對確認拜登當選 其中還包括曾經跟特朗普 爭過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的參議員 Ted Cruz Team 但最後當然就是不成功 這些那麼反民主的事他們都做得出 就自然搞到有不少美國財團 和特朗普所屬的共和黨割席 全球最大酒店集團萬豪國際 由美國36間醫保公司組成的醫保組織 藍十字藍盾協會 科技巨頭包括Amazon、Facebook、Google 在今年1月也先後說 將會重新評估或暫停提供政治捐獻給共和黨議員 而金融界的摩根大通、花旗銀行 也當時說會暫停所有向共和黨的政治捐獻半年 他們這樣做當然是想保護自己的企業形象 轉眼整件事已經過了半年 摩根大通最近宣布 今個月開始將恢復向美國國會議員提供政治捐獻 但說明不會捐錢給曾投票支持 推翻現任總統拜登勝選結果的147個共和黨人 這個決定將會持續到2021至2022的選舉年度 包括明年11月的國會中期選舉 之後才會再考慮是否恢復對個別議員的捐款 而美國花旗集團前天都說 會恢復通過透過他們這個政治行動委員會做政治捐獻 但沒有具體說明會怎樣處理曾經想否定選舉結果的共和黨人 集團就說會根據新訂立的誠信標準 以及按照國會議員對民主共和兩黨合作的承諾 才決定是否捐款給對方 這樣就即是說曾經反對確認拜登做總統的議員 真是很可能沒得再收捐款 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 摩根大通是美國最大的銀行 只在2019至2020年捐了90萬美金的政治獻金 其中六成是共和黨的黨員 至於花旗集團在2019至2020年 向聯邦候選人捐了74萬2千美金 其中56%都是捐了給共和黨的候選人 所以如果現在他們不捐給共和黨 共和黨那班人也挺嚴重的 從這件事大家看到 美國的選舉有幾大程度是用錢對齊出來的 所以你說他們的政策、他們的決定 有甚麼理由不是向那些財團傾斜 總之沒有錢就肯定不行 所以只竟相信這班 曾經投票反對確認拜登做總統的共和黨議員 最後都可能會選擇跟特朗普割席 希望那些財團之後會開水喉 幫他們之後的選舉 其實特朗普在卸任之後 已經多次講到明 會非常認真考慮出戰2024年的總統大選 不過你搞到你的黨友斷水斷糧 還有誰會支持你呢? 所以其實翻山真是很難 不如特朗普你還是回去照顧孫吧 各位致敬頻道的觀眾 大家好我是女主持Agnes 有些觀眾跟我們反映 在訂閱我們頻道之後 Youtube並沒有通知你 我們出了新片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你在訂閱我們的時候 右邊有個鈴鐺的東西 你記得按這個鈴鐺 再選全部 Youtube就會在我們推新片的時候通知你 除了致敬的頻道之外 記得也要訂閱我 女主持Agnes的頻道 多謝你 今天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在完結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掰掰